朋友们,从刚刚的新闻画面 大概大家已经看得到了 从今天的下午开始 这个南部这一带 早上到下午这一段时间 雨势都下得相当的大 特别是在中午前后这一个小时 很多地方都达到了100毫米以上 那最近这几两三个小时 高峰应该已经算是过去了 但是未来这今天晚上这一段时间 恐怕雨势都还是蛮大的 当然没有像今天白天 雨势那么的强那么的多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是昨天到今天累积降雨量 原本排在第一名的是宜兰的大同 下了1100 那经过今天这个白天 雨势降下来可以看得到 高雄 屏东 嘉义都已经超过了宜兰 山区的这个降雨量 另外台南的南化也快要接近到了 整个下大雨的地方 几乎都已经挪到了这个南部这一边 那至于说 再把今天的整个降雨量来看一看 这个是昨天到今天的 那今天主要的降雨量中部 还有南部这一带 大部分山区的范围比较广 平地方面就是以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这一带降雨是最多的 台南的茂林一天就已经来到了 1100毫米的 屏东山地门也快要接近1000了 那嘉义 南头 云林这边 雨势也都是下得很大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了 这个高雄跟屏东最主要的降雨 高峰大概是今天下午2点钟以前 2点钟之后呢 雨量比较大的换成是在台南 比如说像七苦这一带 一个小时的降雨量 甚至有来到了100毫米的 我们看到今天下午1点到2点 主要的降雨区比较大的 在高雄还有山区 另外就屏东这一带 那1点到2点 大致上也是在高雄 慢慢的挪到了台南这一边 还有高雄的山区 这边平地方面 雨是比较大的挪到了台南了 那下午的2点到3点 我们看到甚至台南这边 一个小时就出现了这个红色的颜色 这个红色的颜色 代表一个小时的降雨量 已经来到了大概有90毫米了 这个雨下得相当的大 这个是下午2点3点 雨是最大的大概挪到了台南 那下午的3点到4点 大概也是在台南 还有嘉义这一带雨是比较大 可以看到原本是比较南边 慢慢下大雨的范围 挪到了嘉义跟台南 高峰应该算说已经过去了 但是因为接下来 雨是减缓的速度很慢 今天晚上 这个南部还是要注意 会有超大豪雨的状况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台风的路径 台风已经来到了福建的沿海 接着就会在福建这一带登陆 那受到地形的破坏 它强度当然会减弱 那目前来看 风力对我们台湾本岛这一带影响 几乎是已经减弱很多了 但是接下来可能注意的是 马祖这一带距离台风的路径 并不是很远 那大部分风力的影响不大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台风的位置在这边 台湾主要吹的是西南风 所以南边的水汽不断的被带上来 不过随着这个台风逐渐往中国大陆上去以后 刚刚我们提到的 最高峰应该是已经过去了 只不过接下来减缓的比较慢 明天纵使呢 这个台风到了中国大陆上去了 还是有西南风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明天晚上的地面图 台风上去了 还是有西南风在 那这个西南边的水汽还是会进来 当然明天的降雨跟今天比较起来会减弱许多 但是局部性的豪雨在南部可能还是会出现 那出现致灾性的降雨机会会逐渐的降低的 我们看到南边这边水汽很多 西南风就把南边的这边水汽带上来 南部今天白天的雨是高峰 大概说下午的差不多两三点钟的时候 来到最高峰 到接下来呢 刚刚台南也下了一阵比较大的雨 晚上雨是就会有稍微比较缓慢的开始减少 我们看到原本的这个黄色红色的颜色 进来是在高屏 现在南部这边雨是红色黄色的颜色 挪到了台南跟嘉义这一带高屏 这边最近这两三个小时雨是有稍微减缓下来 但是比较担心的是后面可能还是会有 这种黄色颜色的云雨去进来 累积的降雨量高峰虽然过了 但是接下来减弱的比较缓慢一些些的 那气象鼠预估出来 这个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虽然说原本这种白色 这种大概粉红色里面 有白色的范围已经不见了 但是还是有这一个紫色的 紫色的降雨量代表24小时 就有可能来到150毫米 礼拜五的明天的白天 紫色不见了 但是还是有红色的部分 另外到了礼拜六晚上 总算是红色的部分也减少了 所以整体降雨有慢慢减缓的趋势 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雨势都还是很大的 感谢大家多 好